胸肌怎么练 经常有人问同样的问题 今天就出一期关于胸肌到底如何训练 怎样训练可以全面的刺激到胸肌的各个部分 以及胸肌训练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 下面咱们正式开始 首先了解一下胸肌的三个部分 最上边的是胸肌的锁骨部 也是上胸部分 中间的部分是胸肌的胸骨部 也是所谓的中胸 最下面的部分是胸肌的内骨部 也是长出的下胸 其次了解一下胸肌的几个生理作用 首先是肩关节的水平内收 包括直臂的内收和躯臂的内收 这个动作其实是大臂的内收动作 胸肌的另一个作用是辅助肩关节的伸展 所有的胸肌的训练动作 基本上都是为了实现上面的两个作用 在其相反的方向上 施加阻力 迫使胸肌目击更多的肌纤维参与 来实现胸肌的真肌目的 下面分部讲一下胸肌的三个部分的训练动作 首先是胸肌上部的训练动作 所有身体斜上的动作 其主要刺激的是胸肌的上部 也是胸肌的锁骨部 随着斜上角度的增加 胸肌的刺激位置 逐渐从胸肌的中部过渡到胸肌的上部 当上斜角度大于四数度时 上胸参与的程度会逐渐减少 三脚肌前数开始逐渐增加参与度 所有的身体斜上的推举动作 主要是刺激胸肌的锁骨部 鞋向上的哑铃飞鸟 鞋向上的哑铃卧推 鞋向上的杠铃卧推 固定器械的斜上卧推 以及低位的俯卧撑 其次是胸肌中部的训练动作 当身体处于水平面 胸肌的受力方向刚好 与重力的方向相反 此时胸肌的中部主要参与发力 其中所有的平板类的推举 夹胸的动作 主要刺激的是胸打击的中部 包括杠铃的卧推 哑铃的卧推 哑铃的飞鸟 水平面绳索飞鸟 固定器械推举 以及标准的俯卧撑 最后讲胸打击下部如何训练 所有身体下斜的推举动作 其主要刺激的是胸打击的下部 包括高位俯卧撑 下斜杠铃卧推 下斜哑铃卧推 下斜哑铃飞鸟 下斜绳索飞鸟 还有最经典的下胸动作 双杠必去伸 练胸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首先是尽量做到层肩 稳定肩胛骨 这样的目的是为了让胸打击更多的参与 减少三角肌前述的发力 二 所有的训练动作都要做到核心的稳定 并且在推举到顶点时 注意走关节超伸问题 避免手关节受伤 在掌握以上两点的情况下 新手练胸尽可能以最简单的动作为主 并且增加推举的重量 来募集更多的肌纤维参与 来达到针肌的目的 大家好 飞头五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聊一下如何练背阔肌的宽度 背阔肌的下沿 以及背阔肌的厚度 首先了解一下背阔肌的几块肌肉 上面这块是斜方肌 紫色这块是小圆肌 背绿的这块是大圆肌 因为大部分的动作它都会参与 橙色的这个是杠下肌 就是肩胛杠下面的这块肌肉 金色传说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 背阔肌出场自带金色 蓝色的竖起肌是为了让人平静 竖起肌不健康的人也很难平静下来 其次了解三块有实际意义的 肌肉的生理运动功能 首先是今天的主角 金色传说的背阔肌 背阔肌的主要功能有两个 一个是肩关节的伸展 另一个是肩关节的内收 下面这块是斜方肌 斜方肌的功能有这么几个 负责肩胛骨的上旋 脖子的后身 肩胛骨的内收 肩胛骨的下压 以及肩胛骨的上提 最后的菱形肌虽然肉眼看不到 但也有实际的活动意义 一个是肩胛骨的上提和下旋 另一个是帮助肩胛骨内收 下面讲今天的读的内容 背阔肌到底怎么练 首先讲背阔肌的宽度怎么练 所有的宽具的高尾下拉 引体向上都可以让背阔肌变得更宽 其次讲背阔肌的下沿怎么练 所有的颈厚的高尾下拉 引体向上主要刺激背阔肌的下沿 最后讲背阔肌的厚度训练 长跃的动作有躯体划船 雅铃划船 以及各种坐姿划船都可以刺激背部的中部 长时间的训练可以让背部变得更加厚实 最后讲下练背时的几个注意事项 一 首先保持身体中立 核心稳定 不要前摇后晃 二 在保证动作质量的情况下 尽可能放缓动作的速度 延长背部的发力时间 三 练背没感觉的朋友 练背时尽可能采用中小重量 尽可能的去收缩和夹紧背部 让背部更多的参与动作的发力过程 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 有问题欢迎大家评论和留言 大家好 我又来了 今天给大家讲解肩膀的训练 主要的讲解内容是 三角肌前速 中速 以及三角肌后速的训练 让大家清楚的明白动作的针对性 给大家肩部训练一个明确的答案 按照惯例 首先了解下肩膀的三个肌肉部位 最绿色的是三角肌的前速 大部分的推举动作 三角肌前速都会参与 三角肌前速也是最容易锻炼的一个部位 中间红色的部位是三角肌的中速 想要练宽肩膀 三角肌中速是一个B练的部位 最后蓝色的部位是三角肌的后速 强壮的三角肌后速 会让整个肩膀看起来更加立体 所有的肩部训练都是在 肩部肌肉生理功能的基础上 进行相应的抗阻力训练 下面一起了解一下三角肌 前速 中速 后速 几个主要的生理功能 三角肌前速主要负责 肩关节的旋内 肩关节水平内收 以及肩关节区区 三角肌中速主要负责 肩关节的外展 和肩关节的区区 三角肌后速主要负责 肩关节水平外展 肩关节旋外 以及肩关节的伸展 今天的重点内容是 三角肌三个部位的训练内容 三角肌前速的训练 主要利用肩关节的区区功能 所以大部分的训练动作都是前屏区 包括雅铃前屏区 杠铃前屏区 以及绳索内的前屏区等等 三角肌中速的训练 主要利用肩关节的水平外展功能 所以大部分的训练动作 都是侧平区 或者是提拉动作 主要的训练动作有 雅铃站姿或坐姿的侧平区 固定器械侧平区 杠铃的提拉 以及绳索的提拉等等 三角肌后速的训练 主要利用肩关节的水平外展功能 所以大部分的动作都是 俯身的雅铃飞鸟 面拉以及反向的飞鸟动作 三角肌后速的训练动作有 雅铃俯身侧平区 器械反向飞鸟 绳索反向飞鸟 绳索面拉等等 最后说明一下肩部训练的注意事项 三角肌训练中 除了推举采用大重量之外 其他的训练都可以采用中小重量 即可很好的刺激肩部肌肉 同时可以避免斜方肌过多的参与 稳定阶甲骨可以更好的孤立肩部发力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这么多 大家有问题 欢迎评论留言 很多朋友想要突破手臂维度 但是重点却放在了二头肌的训练上 这个是不正确的 因为手臂维度中 弓三头肌占了约60%的体积 只有强壮的三头肌 才能让手臂看起来更加爆炸 所有手臂训练中 三头肌和二头肌都应该很好的强化训练 才能突破地围的平静 大家好 我是飞头肌 今天给大家带来三头肌的训练内容 包括三头肌的肌肉介绍 三头肌的生理功能 以及今天的重点内容 三头肌 三个头如何强化训练 哪些动作是最有效的训练动作 最后讲解三头肌训练的注意事项 首先了解一下三头肌的位置 弓三头肌是人体上臂的一块肌肉 在上臂的外侧 弓三头肌的三个头包括 长头 外侧头 内侧头 长头在手臂外侧下面的位置 内侧头被长头覆盖 只露出一点 外侧头在手臂外侧上面的位置 和弓二头肌相比 它比弓二头肌多一个头 越战上臂体积的三分之二 直接决定你的上臂看起来的美感和力度 下面需要清涂 三头肌的生理动用 这样才能更好地明白 三头肌训练的侧重点 三头肌的三个头主要作用的是伸走 此时 弓三头肌的长头还参与肩关节的伸展 这也是 三头肌长头训练时 都是在肩关节伸展的情况下 做必需伸的主要原因 因为 此时长头可以最大限度的被拉长 要知道 练好弓三头肌 不仅有强壳的手臂 做其他力量训练时 也会效率更高 弓三头肌的训练中 三个头都会参与 只是角度的不同 刺激的方向不同 导致三个头的发力 有多少的差异 这也是长头外侧头 有侧重训练的原因 弓三头肌的长头训练 都是在肩关节伸展的情况下 做必需伸的动作 包括哑铃坐姿 静后的必需伸 绳索前心必需伸 亚铃仰卧载具必需伸 杠铃静后必需伸等等 弓三头肌外侧头训练动作主要有 站姿的绳索必需伸 亚铃俯升必需伸 绳索单臂屈生 亚铃单臂屈生等等 当然 大部分的动作都可以同时练到三个头 最经济的动作有 载具的杠铃卧推 双杠必需伸 器械坐姿必需伸等等 弓三头肌锻炼时需要注意什么 一 在锻炼过程中 要保持走关节锁定在固定位置 如果把走关节向前后或者身体外侧移动 就会把部分的训练复合转移到肩膀上 这样会大大降低三头肌的训练效果 二 不要为了重量而限制动作幅度 肌肉在充分拉伸时成更容易生长 充分的拉伸意味着全程的幅度 也意味着更好的全局发展 所以 为了更好的训练效果 尽量多做全程的训练动作 这样才能更好的帮助三头肌生长 三 每次攻三头肌训练 都应该做一些复合动作 和一些有侧重点的单关节动作 保证全面刺激到攻三头肌的三个头 这样可以保证三头肌均衡生长 让三头肌看起来更加美观 今天内容就这么多 大家有问题可以评论留言 拜拜 大家好 背头五又回来了 有事耽误了几天 今天开始继续更新 今天给大家带来二头肌的训练内容 主要讲解二头肌的生理作用 如何练好二头肌 二头肌训练中有哪些高效的训练动作 想把二头肌练宽 应该练哪个头 二头肌的肌风应该怎么练 以及二头肌训练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首先了解二头肌的肌肉位置 攻二头肌位于上臂前侧 整体呈缩形 攻二头肌有长短两头 顾名攻二头肌 其中手臂内侧是短头 手臂外侧是长头 就是它有长短两个头 所以叫攻二头肌 其次 清除二头肌的生理作用 攻二头肌的长头和短头的生理作用是一致的 主要作用是 肘关节的曲曲 还有就是辅助肩关节曲曲 以及前臂的弦厚 下面是攻二头肌的训练内容 所有的二头肌训练动作 长头短头都会参与 只是训练角度的不同 握距的不同 会导致 二头肌长头短头的发力 多少不同 这也会出现有些动作是针对长头 有些动作是针对短头的原因 想要二头肌疾风突出 需要锻炼二头肌长头 二头肌长头主要发力的训练动作有 肘关节位于体后的弯曲动作 包括哑铃的滑动弯曲 杠铃的滑动弯曲 身体后仰的哑铃弯曲 还有就是载鞠的杠铃弯曲 想要把二头肌练宽 需要多练二头肌短头 二头肌短头的训练 主要是体前的弯曲动作 包括坐姿的器械弯曲 牧师凳弯曲 站姿的绳索弯曲 以及宽握的杠铃弯曲 同时可以练到二头肌 两个头的训练动作有 常见的有哑铃弯曲 杠铃弯曲等等 最后再来强调一下 二头肌的训练注意事项 一 选择适当的重量 切护低于八次最大重复次数重量 因为宽二头肌是一个小肌肉群 而大部分针对训练都是弯曲 属于单关节运动 而单关节运动并不适合采用大重量 小于八次最大重复次数的重量 会让你的关节肌腱承受巨大的压力 同时也会容易导致动作的变形 降低动作的质量 二不能利用惯性或摇摆身体来完成动作 很多人都会借助身体的惯性 或者扭曲身体来完成动作 这样的低效率训练就像是口试作弊 虽然你会得到虚荣性的满足 但实际上对你没有任何效果 三稳定肩膀 宽二头肌训练时 肩胛骨要始终保持稳定 为上肢的运动提供稳定的基础 常见的不稳定的情况有 寒胸 耸肩 大臂没有固定住 摇晃手臂 如果在训练中肩胛骨没有稳定 那在训练中就会出现力量泄露 身体所产生的力量就不能集中在宽二头肌上 身体产生的力量有一部分用在了肩胛骨的稳定上 导致宽二头肌的训练效率下降 四 顶分收缩 这个动作对于宽二头肌训练非常有效 在动作的顶端 肩关节完全曲续的时候 试着去挤压绷紧你的宽二头肌 并将力量集中于尺 这会让你的肌肉最大程度的自我收缩 有助于提高训练效率 不需要太大的重量也能让肌肉获得足够的刺激 而且可以很好的刺激积分的生长 五 放缓动作速度 宽二头肌的训练中 放慢动作的速度可以延长二头肌的发力时间 提高动作的效率 可以更好的刺激二头肌的生长 今天的内容就这么多 欢迎大家评论留言 拜拜 大家好 飞吐又来给大家讲解训练了 今天讲解的训练部位是腹部 很多朋友咨询腹部的训练 今天借此机会给大家全面讲解腹部的训练内容 告诉你如何训练腹直肌 腹斜肌 以及腹部训练时的一些注意细节 按照管理先了解腹部肌肉 再进行后面的训练讲解 面积最大的覆盖在腹部最外面的这个叫腹外斜肌 中间这个树向生长的也是最影响腹肌形态的肌肉是腹直肌 颈癌腹直肌的这块肌肉是腹内斜肌 也是最影响腹斜肌形态的肌肉 最里面这个圆骨状的肌肉是腹横肌 它不会影响腹肌形态 但是和呼吸有非常大的关系 下面了解一下腹肌的生理功能 腹内斜肌和腹外斜肌的运动生理功能几乎是一致的 腹斜肌的区区功能有单侧的和双侧的两种 另一种功能是帮助身体水平旋转 腹直肌的功能只有一个 就是拉住骨盆帮助骨盆后倾 这也是骨盆前行的朋友需要加强腹直肌训练的最主要原因 腹横肌的作用只有一个 就是收腹也是影响呼吸的主要肌肉 下面腹肌的训练内容 腹肌的训练内容也是在腹肌生理功能基础上进行相应的抗主力训练 腹直肌的训练又包括腹直肌上部和腹直肌下部 腹直肌上部的训练主要是仰卧的卷腹动作 包括棒式卷腹 辅助卷腹 仰卧屈膝卷腹 仰卧卷腹摸膝 腹肌下部的动作都是抬腿类的动作 常见的动作有 悬空抬腿 仰卧抬腿 仰卧胶替抬腿等等 同时可以锻炼腹直肌上部和下部的动作有 坐姿腿屈伸 仰卧两头起等等 腹斜肌的训练动作都是单侧的区区 或者水平的旋转类动作 常见的动作有 车身卷腹 俄罗斯转体 仰卧侧身板 杠铃站姿旋转 绳索水平转体 今天最后的内容是腹肌训练时的注意细节 做所有的腹肌训练动作时 必须收紧核心 收紧腹部 尽可能的放松腰部 让腹肌多去参与 做所有动作的时候尽可能放慢动作速度 多感受腹肌的发力过程 没有训练基础的朋友 最好选择最简单的训练动作 可以适当减小动作幅度 提高动作完成度 今天的内容就这么多 欢迎大家评论留言 拜拜 股四头肌是大腿前侧的肌肉群 日常在进行运动或者工作中都会使用到 但是由于长时间的久坐 导致股四头肌无力 往往出现膝盖打软 上下楼梯无力 蹲下起不来的情况 那么如何锻炼才能让这块肌肉更加发达 大家好,我是贝特吴 今天是本系列讲解视频的最后一期 今天主要讲解的是大腿前侧肌肉训练内容 教给大家如何强化大腿前侧肌群 让前侧肌群看起来更加美观有力量 按照惯例 先了解大腿前侧的几个肌群 大腿前侧最大的肌肉是股四头肌 股四头肌中间叫股直肌 股直肌压着股中间肌 股四头肌外侧叫股外侧肌 股四头肌内侧叫股内侧肌 股四头肌的上方位置是横降肌 横降肌下面压着的是内收肌群 内收肌群最上面的是直股肌 直股肌压着短收肌 直股肌下方是长收肌 长收肌压着大收肌 大收肌边缘紧挨着骨搏肌 小腿前侧只有一块肌肉 就是进股前肌 下面了解下各个肌肉的生理功能 这样可以更好地掌握每个肌肉的针对训练 股四头肌主要的功能是膝关节的伸展 以及横股的前倾 这也是横股前倾者应该多放松股四头肌的原因 横降肌的作用是膝关节的曲曲和髋关节的外旋 内收肌的作用是髋关节的内收 进股前肌的作用是回关节背曲和足内翻 下面是今天的训练内容 股四头肌的针对训练非常简单 主要的单关节动作有坐姿器械腿曲伸 腹重后仰下蹲 横降肌没有针对的训练动作 因为大部分的伸动动作都会锻炼到横降肌 内收肌针对的单关节训练动作有 绳索内白腿以及交替侧蹲的两个动作 进股前肌的训练只有一个动作 站姿脚背曲 因为腿部的训练动作 很多都是复合动作 例如最经典的深蹲动作 同时发力的肌肉包括大腿前头的肌群 囤积大腿后侧的肌群 甚至小腿肌群也会参与 大腿前头的肌肉训练有哪些注意事项 一 做大重量的腿屈伸 深蹲 倒蹲时 一定要注意膝关节的位置 不能完全伸直膝盖 应该给膝关节留足空间 避免膝关节受伤 二 腿部训练采用复合动作和单关节的动作 这样可以全面刺激腿部肌肉 帮助腿部肌肉快速生长 今天的内容就这么多 有问题 欢迎大家评论 拜拜 我们在练腿的时候 往往过度重视古斯头肌和囤大肌的发展 常常习惯性的忽略国生肌的强化训练 这也是很多人运动后 腿部肌肉容易拉伤的主要原因 因为我们对腿部古斯头肌的训练 比国生肌的力量训练要多 使腿部的肌力失去平衡 大家好 飞头股又来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 臀部和国生肌以及小腿肌肉的讲解 让大家清楚臀部下垂该怎么办 臀部两侧塌陷该如何加强 国生肌应该如何加强训练 小腿肌肉应该如何训练 首先了解一下这三个部位的肌肉 臀部最大的面积是臀大肌 臀大肌压着臀中肌和臀小肌 上面是臀中肌 下面是臀小肌 大腿后侧的肌肉群通称为国神肌 其中包括半肌肌 半膜肌 骨儿头肌 小腿后侧的肌肉是非常肌 非常肌下面压的是比目鱼肌 下面了解下各个肌肉的主要生理功能 这样可以有针对性的强化 需要锻炼的肌肉 首先臀大肌的作用是宽关节的伸展 臀中肌的作用是宽关节的外展和宽关节的外旋 国神肌的作用主要是宽关节的后生和膝关节的曲曲 非常肌和比目鱼肌的作用几乎一致 主要是怀指曲 因为肌肉部位不同 所以每个肌肉的针对性训练也不同 臀肌的训练包括臀大肌和臀中肌的训练 长肌的臀部下垂 主要原因是由于臀大肌的力量薄弱导致 所以加强臀大肌的训练就可以解决 臀大肌的针对训练 主要是利用宽关节的伸展功能 主要的训练动作有 平板杠铃臀桥 辅身后踢腿 气蟹站姿后白腿 气蟹挺身 辅身气蟹后抬腿 臀部两侧塌陷出现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臀中肌不够发达 导致的肌肉不平衡的现象 只需要加强臀中肌的训练即可 臀中肌的针对训练 这里只介绍最有效的三个动作 胖式外展 辅身屈膝侧抬腿 气蟹坐姿宽外展 国伸肌的训练动作 主要是利用宽关节的后身和膝关节的曲曲功能 主要的动作有 哑铃直腿硬拉 杠铃直腿硬拉 气蟹辅身腿弯举 辅身哑铃腿弯举 气蟹站姿腿弯举 小腿肌肉的训练比较简单 非常肌和比目鱼肌的训练只有一个动作 就是站姿或坐姿的体种 其中非常肌的训练采用站姿的体种 比目鱼肌的训练采用坐姿的体种 最后是训练的注意事项 以臀大肌的训练中 要始终收紧核心 腰背挺直 尽量去收缩感受囤肌的发力 可以采用复合动作和单关节动作 这样可以更全面的刺激囤肌的生长 二 国神级的训练相对简单 对于新手 多采用固定器械端力就可以 三 小腿训练不需要太大的重量 重点在于完全的收缩和伸展 非常肌和比目鱼肌 由于重量太大 导致动作幅度变小 所以会降低动作的效率 反而增加受伤的风险 今天的内容就这么多 欢迎大家评论留言 拜拜